歡迎來到伊神獨教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巔峰奪魁吧 首先經過兩天的巔峰奪魁 相信大家對這個天梯應該已經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每天早上10點的時候 準時10點點擊出戰 然後一開始會是綠色的 就是打打打打打一直往上打 你不能挑戰同階層只能往上打 看你能打到哪裡 那最終目的就是看你能不能佔領金色還是黃色的棋子 分數會是最高的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必要 因為聽他們說你只要佔領紅色以上 基本上晉級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至於你如果佔領金色 要看一下會不會被人家搶 有沒有機會會被搶奪 可以點這邊個人排行榜 看一下你現在分配的戰力 大概落在多少區間 你就可以初抓你有沒有機會會被搶 像這個七幾億的兩個 有機會運氣好的話可能會被搶 你可以再隨時關注一下 然後你的遊戲也可以開啟提醒 你只要被搶的時候遊戲就會跳通知 這樣你可以在第一時間把分數補上去 原則上前面天梯五階應該都是這樣玩法 後續等到有玩到我再慢慢更新 畢竟路版我沒有玩到這個鬼東西啊 那今天就來講一下商店的兌換物品吧 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定是風物質 這個不用說 然後你要選的就是SP武將碎片 跟靈寵碎片 那我個人主要現在是在補SP武將啊 我想要把他補到練魂20 其餘的玩家我個人建議還是以靈寵碎片為主 因為畢竟SP武將的碎片 可以每個禮拜加減小補一下 那靈寵你除了花錢跟屯卷之外 沒有任何獲取的管道 這兩個你們自己做抉擇 剩下的比較重要的就是魂將任選 以及P卷還有黃牌綠牌 遠征招募券現在送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不太需要去做兌換啊 那你有多餘的資源要換也是可以 那注意箱看你們自己 一不同錢你們就自己衡量吧 我覺得還好客有客無 如果有多的話百鏈石可以加減換一下 最後是頭框跟背井 除非我今天全部都換完吧 不然的話這兩個我不太考慮 畢竟以現階段而言 你沒有再花那麼多的錢 你去拿這些不會增加自己整體實力的東西 我覺得浪費資源 那禁令的部分應該就是一樣 公務自碎片第一優先 再來是傻逼召喚券 這裡只能花錢買的東西 再一樣魂將跟靈寵自己去選擇 綠牌的話是一定要換的 然後銅錢 至於換五專屬任選的話 看個人 因為我現在其實還蠻多的 自選換五的話有五箱 然後沒意外的話我記得應該是 差三抽還幾抽 差七抽保底 百分之一百保底 所以這個我應該不太考慮啊 如果真的有多餘的精靈我才會考慮一下換五自選 不然不考慮 以上就是今天巔峰奪魁的初步講解 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或是有其他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區發問 我會視情況在補影片上來 感謝各位的觀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